就我问大家一点 什么时候该撕 什么时候该反手弹击 是不是大家都分不清 比赛的时候分不清 接下来就是终点 必须是终点告诉大家 为什么这个是终点 上旋 我说的这个球 反手弹和反手撕 都是上旋球兄弟 OK 我跟大家说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一个套路 就是 就刚才拿 刚才那个小小挑就说 我挑的质量高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撕 我挑的轻的时候 对方给我力量 我可以借力弹 你要是如果主动弹的话 一定是高的 这种弹 一定是高的 给你快的时候 你去弹的话 发快的 你打过来 快的话借他力 明白了吗 快的话借力 但是不能弹 是要有点推的感觉 如果要是慢的话 快 我都说你快一点 快一点 对 快点的话好撕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看大家可以看 用刚才的挑的劲 给大家说的意思 如果你反手第一把挑的快 挑的好了 第二把我们完全主动去撕 没有问题 第一把如果挑的质量不好 对方弹你 或者对方撕你 这是我们可以弹机 我们是今天就讲的 这是我们反手上手完以后的第二把 什么时候拉 什么时候去弹 没办法说的意思吗 就是我反手上手 这个你一定要记住 有两个反手可以上手 第一个是 对方发你反手长的 和伴手台的这个上手 和我发完球以后 对方错我这个球的 我反手上手 第二把怎么去处理 这个是很多人 大家都会做错的一点 首先你看 错我拉你 让你防我 对 你看我这么拉 拉完以后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正常 职业运动员的正常的一个节奏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业余球有很多都是 拉完以后想弹 对不对 这个球怎么样才能弹 什么球能弹 首先我讲弹 一定记住 对方有摩擦的时候 好弹 对方有这个轻蹭 轻摩擦的你好弹 为什么 我们弹机一定要是 先借对方的力 再发自己的力 我告诉大家 如果对方给你特别快 特别沉的时候 只能死 那个球沉 就比如我这么过去的球 和这么过去的球 哪个好弹 对不对 第二个好弹 第二个好弹 是不是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球有往上拱的感觉 你弹的感觉是什么 下压 往下 往弹极 你这样发一个就行 对 你看 正常 对 对 你这样发也行 直接发过来 对 这种是不是好弹 你看大家 对 是越 它越 它越转 我越好弹 对吧 你看 你看 但如果要这么过来怎么弹 对 就正常 就碰过来 这种 对 一弹 是不是下往 它是不是一弹又下往 所以好撕 是不是好撕 明白我 大家说的意思了没 大家兄弟们 就是什么时候弹 什么时候撕 这个一定一定要注意 对方有旋转 你借力用力的时候好弹 主动发力的时候 多取私 你刚好反了 听到了 还需要多练 是的 我们也不是一天两天 练成这样的 对吧 还是希望大家就是 先学会 正确技术要领以后 你们再回去练 这样的话 事半功倍 让你进步的更快 你错误东西 你今天练 好像也属于浪费时间 对吧 所以说你们点个免费关注 对 你看 刚才有一个人 他屋子特别好 特别好 就是说 是不是对方弹过来 你以私为主 对方撕过来 你可以去弹 你说的特别对 你看一下 我跟风格欧俩对弹 对弹 你看能弹几本 就是这种 越弹越下往 越弹 你看这球 你看 我一弹 只能到最后就是下往 对 我弹他撕 我弹你撕 你看 我弹你撕 他永远他能弹 对吧 他永远能撕 弹也挺狠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原理 明白吗 怎么样去反手的套路 我反手拉完以后 对方弹我 摁我 这个球我去撕 撕落点 你不用弹那么狠 你就是弹过来就行 你看我比赛 啪那么一发 过去 啪一拉 没事 这个球我那么一发 比赛过来 我中间 一拉 叉 变个直线 一拉 正常防就行 正常防 是不是这个球又可以弹 啪 为什么 他正常防的时候 你拉的转 他防过来 那个球也是往上蹦的 所以你就可以借着 他往上蹦的劲 去下压式弹的 你看 啪 就弹他 这球弹斜线不太好弹 直线好弹 有点怼弹 边推边弹的感觉 兄弟们明白没 明白了 我都明白了 后哥 说真的 亲爱的球友关注点赞 下期再见